吴磊爱情而已狂吻周玉彤,从脸到耳朵都发红,超强CP感受风,姐弟恋天花板。 吴磊周玉彤在新剧爱情而已疯狂撒糖,收拾持续上升,两人在剧中伤眼相差十岁的姐弟恋。 吴磊频频直求是爱,让不少网友看了直呼,招架不住。 如今两人吻心预告出路,吴磊现实搂着周玉彤狂吻,又接着抱着他走到台子上,继续吻个不停。 吻到吴磊从脸到耳朵都发红,不少网友看了脸红心跳,直呼吴磊也太会情了。 整整24秒,两个人的嘴唇完全没有分开过,其中吴磊现实紧抱着周玉彤亲吻,而后还转圈继续亲,接着将他抱高坐在台子上,亲得可以说是欲罢不得。 另一段吴磊与周玉彤的吻戏,则是在同样的场景下两人吻到床上。 开拍时,吴磊非常投入亲吻周玉彤,但导演已喊咖, 吴磊马上帮周玉彤穿上衬衫,还怕他走光,十分贴心与惊艳。 而且在花絮中,我们的蕾磊也是把战友于宣示的明明白白。 在拍摄的过程中,导演在讲戏环节时无意触碰到周玉彤的肩膀, 当时蕾磊连忙甩开导演的手,真是一位时时刻刻都在保护姐姐的小奶狗样。 从这个细节中,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吴磊的高情商。 只是从目前曝光的预告片和花絮来看, 两个人的签名互动让人心动不已。 吴磊所饰演的宋三川,是一个阳光热情,敢爱敢恨的运动天才。 周玉彤饰演的梁友安,是一个聪明、优雅、理性、有魅力的职场精英。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相处中产生了火花,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误解。 他们如何跨越年龄、阅历、观念等障碍走向幸福,是该剧最吸引人的看点之一。 爱情影在开播前就引发了巨大的话题和热度, 吴磊和周玉彤的吻戏片段更是在网上引起了轰动, 两人在剧中的尘度也让人惊艳,不仅有甜蜜的接吻和拥抱, 还有大胆的诚心和沐浴心, 这是两个人首次在荧幕上展现如此大胆的一面, 也是他们面对角色和剧本的信任和敬业。 吴磊和周玉彤不惜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为观众呈现了一段真实而美好的爱情故事, 但在幕后话序中有这样的荧幕, 周玉彤一把揪住吴磊的衣领, 笑说着这样接吻不行吗? 可以看着吴磊对于排吻戏这件事还是非常害羞的, 这样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 比如他在新汗灿烂拍摄吻戏时默默接近, 一场吻戏中赵洛丝和吴磊频频笑场, 谁都不敢先一步行动, 看着导演都给急坏了, 冲上前脸声喊着你俩快点行不行, 最后赵洛丝主动出击吻了吴磊脸颊, 在沙海中, 吴磊拍吻戏的时候说自己下不去口, 看见拍吻戏真的是把羞涩的吴磊给拦住了, 老演员经历的多刀可能没什么, 但对吴磊这样的吻心猛心来说真的是巨大的挑战, 脸都红到耳朵跟去了, 面对成千上百人的围观, 不难为情才怪, 在读文方透露出的剧情中, 我们可以看到布告篮下, 吴磊加快步伐朝着周宇彤走去拥吻, 激吻情节让人看到脸红心跳, 两人之间的情感仿佛也在一次次的激吻中升温, 观众纷纷拿来讨论, 很多人表示吴磊太会情了, 都说爱意是藏不住的, 他们把甜甜的爱意表达的淋漓尽致, 周宇彤说, 无论是结尾还是真情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他自出道以来也演了很多的吻心, 比如说在从结婚开始恋爱中与光君的吻心, 长达一分钟的缠绵拥吻, 把情和语推到了满阁, 引得观众嗷嗷直叫, 果然吻心还是得看成年版, 周宇彤更是直言两个人都亲麻木了, 我在他乡挺好的周宇彤和白雨凡语中拥吻, 这也是两人在剧中的定情的吻心, 相对于吴磊来说, 赵宇彤也算是拍吻心有经验的人了, 面对吴磊的害羞尴尬, 她也是戏谑调侃, 并吻伤吴磊嘴唇边缘, 对于拍吻心这件事, 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并不是说要拍了吻心才算是好演员, 也没法拿吻心来判定这个演员合不合格, 觉得演员嘛, 演技好就行了, 当然也会有人觉得吻心是演员的职业要求, 如果因为自身原因把吻心去了, 那就不要以此为荣了, 这绝不是截圣自好, 而是自己作为演员的失职, 现在的观众还是很有素质的, 不是说你一直轻轻轻这部剧才甜, 情侣间各种眼神的交流, 各种小动作也可以展现出他们的爱情进度, 演员最重要的是把剧本更好的展现出来, 我们抵制一些靠吻心营销的剧, 但是如果因为删除掉了吻心, 而使当时的情节展现不够生动的也是不行的, 在观众的眼中, 无论是戒位还是整吻都不重要, 我们这一剧看的是整体的呈现, 比如神雕侠侣一个吻都没有, 但就是能感觉出那种海枯石烂的爱情, 所以爱情而已作为一部偶像剧, 光是男女主演职就让这部剧得到了流量的保障,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很多人都知道吴磊的妈妈不许他接亲密的戏, 所以这部戏也成为了吴磊有史以来出演的尺度最大的戏, 吴磊自出道以来出演过很多作品, 身为统心的他多年来积攒了很多人情, 去年热播的心罕灿烂, 使他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 这部剧也让观众看到了他的眼睛, 即演绎出了少年将军谈恋爱时的情色感, 又演绎出了家丑的丰富的内心, 尤其是里面爆竹的戏份, 可谓是爆发力极强, 终于不再是小弟弟的骑士感了, 少年将军领不一, 也成为了网友心中的国偶男主天花板, 吴磊从4岁开始进入娱乐圈, 也算是行业里的前辈了, 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把他当成小孩子看, 因为他之前出演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少年, 这部戏让大家意识到他已经长大了, 也收获了不少的女友粉, 更是出现了很多吴磊与赵路斯的CP份, 他与周一彤合资的爱情而已, 自从开拍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近年来姐弟恋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奶狗与玉姐的组合, 也成为影视剧的一大卖点, 在剧中吴磊所饰演的网球选手宋三川, 与俱乐部经理人的爱情故事, 他们都遇到了饰演的平静期, 共同奋进并蒙生出了爱意, 其实关于爱情的质问可不止可CP而已, 姐弟恋题材再度掀起水花, 由吴磊周一彤主任的爱情而已, 正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同步热播, 已经连续七天产连猫眼热度欲观, 连力向差而十岁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暧昧与心动, 让不少网友表示上头磕到了, 在近年来的都市剧中, 年上姐姐和年下弟弟的人物设定并不少见, 但从那些形形色色流水般的姐弟组合中, 看出一点强扭的瓜和工艺的糖真都不甜, 爱情而已的八五后编剧张一鸡, 曾只比热门电视剧三十而已, 如果说三十而已是对年龄焦虑的反抗, 那爱情而已则是对亲密关系的一次反观, 拒绝矫情与套路, 努力在日趋模式化的情绪秩序中, 奋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想与不满的个性得到治愈, 一场马拉松比赛让32岁的总特助梁友安和22岁的羽毛球运动员宋三川相识, 一个是因为反重工作喘不过气来的职场人, 杨一只小狗是心底最大的蛇王, 一个是在球队里吊车尾的边缘选手和开甲发电的肌腹安从过着平淡的小日子, 两个疯把牛不想起的人看见了彼此的闪光点, 甚至宋三川的天赋远不至于此, 梁友安在转型网球俱乐部经理之后, 竭力说服他与转网, 在相处的过程中, 宋三川也逐渐被梁友安身上的成熟与韧镜所吸引, 细看宋三川与梁友安的社会标签背后, 两人的人生都有着不圆满之处, 宋三川对运动生涯消极的态度始于母亲的不辞而别, 梁友安的父亲则早年背弃家庭, 在饭桌上母亲总是把别结婚别生孩子, 除了你自己别人都可能祸害你的唠叨挂在嘴边, 当角色置身于这般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生叙事中, 心照不宣的彼此相惜, 比热烈的双向奔赴更能够含荣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当我们向往姐弟恋时, 我们在向往什么? 好的恋爱剧一定不止有甜味, 这部由无赖周玉彤只愿的爱情而已, 真的和之前的姐弟恋题材影片有着很大不同, 真的很好看, 那么大家认为呢? 感谢观看,